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 这个是来自哪里 这个是来自你与主的关系了 各位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关系 各位 很多人不明白关系的 很多人以为只有要用力 很多人以为要忠心 很多人以为要有智慧的做 但是全部都来自关系 各位明白吗 关系 我跟我妻子的关系 各位 我在家里面 对不对 我也照顾家庭 我把钱带回家 有时候我也照顾我的孩子 因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跟师母的关系 关系里面做的 那各位 他不需要天天呵护我 让我很开心 心里很舒服 心情很好我才做 对不对 他也这样为家庭服侍的时候 各位 每天每天煮饭 各位 你问我们师母是不是每天很嗨的服侍家里 各位做母亲的每天都嗨吗 也没有 对不对 有时候心情不好 有 心情又不好 有时候有难处 有心事 但是要不要煮饭啊 要不要照顾孩子啊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了解吗 什么叫案例 好像你嫁给教会了 你嫁给教会了 结婚了 那个时候这个关系 里面服侍主的 所以很多人呢 因为要服侍 我很愿意 我心里很愿意 有一天又不愿意了 怎么办 对不对 你遇到有受伤的事情 那摩擦的事情 那是怎么办 对不对 还要不要服侍 还要不要爱众人 还要不要 各位 所以与主的关系 你跟主的关系 然后你跟众人的关系 那众人跟你之间有时候有嫌隙 有意见 有不合 有没有 这个是会有的 这是情感上 忽然间受伤 但是呢 情感是情感 关系是分不开的 阿们 各位跟自己的兄弟姐妹吵架 有没有回家 有没有 还是要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很多人不明白 那个关系的意思是什么 他们只有多半是看感觉 多半是看 众人喜欢我的服饰 众人很认可我 因为那个不是关系 各位在关系里面享受一切 所以仇敌呢 一定是要打击那个关系 他先打击你跟主的关系 然后再打击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 你跟教会的关系 所以有这样的案例 意思是很慎重的 我们每次都谈了很久之后 然后经过祷告 也经过教会很多的试炼 有一些弟兄姐妹离开 经不起考验 然后这个光景当中呢 那我们才选出的人 各位那我们选出了 还有没有跌倒的 还有跌倒的 对不对 那有些人说 朱牧师啊 你哦 看重的人后来离开了 我就跟他说 犹大也离开主耶稣 迪玛也离开保罗 迪玛到最后 迪玛爱世界 离开我去了 所以我不是神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呢 我们奉主的名 也经过祷告 这样给一个人案例了 所以 罪不在我身上 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 那到目前我们看了 所以呢 被案例的人要谨慎 要谨慎 对不对 有没有离开的直播 被案例的 还没有 感谢主 也还继续在岗位上 对不对 所以我们谨慎是需要的 一个 有些人忽然间 很热血的要服侍主 哇 一下子马上 然后 有时候摇摆不定 有时候 还有一些 跟私欲的挣扎 这些方面呢 要经过时间的考验 看准 还有他服侍的果效 经过试炼之后 有时心情很乱的时候 他还是怎样的 不是主的教会 爱主的教会 那个时候 才给他案例 比较安全 阿们 但是呢 上海的情况是 我知道 一直有很多风波 但是现在呢 终于稳定一下了 那应该把教会的系统 要建立起来 和别人 autop chapter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